现在因为这个反应很热烈嘛 那你们后续有没有规划什么样的活动呢 有 我们大概会在第二阶段的时候 我们也会规划实体的活动 那我们也会增设更多的联署站 然后我们实体活动可能包括 我们可能会有接奖 或是比较正式的记者会 或是到街上发文宣 那都是我们将来会做的事情 是 对 那现在看起来是如何如何 托托再进行吗 但是今天也听说你们的发起人 被基隆市政府查水表了是不是 你的了解状况是怎么样 其实在罢免成案 应该说第一阶段启动之前 我们一开始我们的领衔员戴景安 都一直都有在 在那个脸书上庶民嘛 那庶民的时候就开始里长 他那边的里长就又接到 关于市政府打来的电话 那就是说里长来关切说 是否有戴景安这个人 似乎好像是在对他身家调查 那种感觉 他怎么会知道 这位发起人的公司的什么高层 他都打电话 基隆市府都去关切了 因为之前的新闻也有提到 我们的领衔人实际的工作 其实是长照2.0相关的职业 那他的资料其实都在那个 卫生署还是保健署 可以找到他的资料 可是就算如此 呃 县市长应该也 没有 没有权利去 这样子去 对身家调查一个人吧 甚至到他们的 公司的高层都知道了 然后下来关切 这些人 那当然他们公司是希望低调 对啊 不过啊 这是我们景安的个人行为 那你们会不会压力很大 就是你们的干部啦 你们的干部会不会也想说 包括你自己 会不会有可能接到市府的电话的关切 等等会让你们觉得压力非常大 觉得很可怕 应该说 应该说我们都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不过其实我觉得民众 真的对于谢国良的行为 都非常的感到害怕 嗯 就觉得他的 阿爸的行为非常的严重 甚至我们不是有一个 连署方式是可以寄那个 呃 寄邮寄的 然后寄到我们指定的那个 那个邮件信箱里面 是 然后很多民众就会 呃 跟我们说 那会不会 就是 就是谢市长会从 从里面找人呢 说拦截那个信件 或是直接销毁那个信件 不让我们收到呢 嗯 哦 这样看下来真的就是 可以感受到 嗯 谢国良身为一个市长 然后居然 市民对他不信任到这个 这种程度 嗯 你们现在 罢良行动这个干部有多少人 哎 哦 我们内部其实不到十个人 我们核心的成员不到十个人而已 大概都是 三十岁 左右 还有我大学 还有几个大学生 还有学生 没错 我们都是年轻人 嗯 嗯 那像你们的父母会不会也会觉得有压力呢 啊 其实 父母都一直蛮担心我的 他也有打电话跟我说 怕我的手机被监听之类的 对啊 就是说我可能出门在外要小心一点 毕竟我已经露脸了 那 就是希望我可以安全一点 对啊 大家其实 家人都还蛮担心的